对于特朗普的二次弹劾程序 众议院于1月13号晚间完成了投票工作 经过了两个小时的激变 弹劾起诉开始投票 果然不出所料 民主党占多数的美国国会众议院周三 以232票对197票通过针对特朗普总统的弹劾案 由此特朗普又完成一个壮举 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连续两次被弹劾的美国总统 给自己的从政生涯再次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根据媒体报道 国会审议特朗普总统弹劾案之际 华盛顿气氛紧张 联邦首都已处于严密警戒之下 面目全非 数百名预备军人在国会内部度过一夜 市中心竖起了水泥障碍物 封堵市中心主要通道 巨大的金属栅栏维护着包括白宫在内的联邦政府大楼 国民卫队随处可见 或许这样的场面在美国建国以来都是不多见的 在众议院一锤定音后 弹劾案将递交参议院 按照美国宪法规定 众议院负责起诉总统 而审判总统的是参议院 如果参议院三分之二的议员投票支持弹劾案 总统就被罢处 上一次针对特朗普的弹劾案到了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后流产 然而这一次 相比之下情形不容乐观 我们先说回众议院的投票情况 与一年多前唯一的区别就是 上次国会没有得到共和党议员的任何一票支持 然而这一次 已经有十位共和党众议员加入了弹劾特朗普的行列 而现如今的参议院 在共和党领袖大佬麦康奈尔的态度不明确的情况下 特朗普的命运还真是无法预料 根据现如今的票数分布 只要有16位共和党参议员投票支持 那特朗普将会彻底被罢处 如果特朗普真的不幸被弹劾 我们来看看接下来面对他的或许有哪些事情 首先就是特朗普会被提前赶下台吗 特朗普的总统任期还剩7天 目前看来 他很可能将继续留任至后任总统拜登接班 接下来 参议院将会审议弹劾案 参议院预计会在拜登1月20号宣誓就任后才展开辩论 届时 新一届国会宣誓就任 民主党人将在参议院占优 民主党拿下佐治亚州参议员补选的两个席位 两党在参议院各占50个席位 后任副总统哈里斯 将掌握打破平衡的那一票 所以 特朗普的弹劾案很有可能会因此而改变结果 第二个问题就是特朗普如若被弹劾 会被认定有罪吗 上周的国会暴动事件 促使不少共和党人跟特朗普划清界限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 多达20名共和党参议员对认定特朗普有罪持开放态度 然而 在参议院审理时 他们的态度会产生什么变化 目前仍不得而知 上文提到的参议院领袖麦康奈利的立场十分关键 他周一表示 还未就如何投票做出最终的选择 此前 多家美国媒体引述麦康奈利身边的信源称 他倾向于认定特朗普有罪 但麦康奈利称这些报道只是揣测 需要澄清的是 参议院判定的有罪与否 只决定总统是否应该被撤职 而并非刑法定义的犯罪 尽管如此 如果特朗普真的被判定有罪 就算是在其卸任后 那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 首先大家要明确 作为前总统依旧可以被弹劾 这将在他的政治生涯中留下污点 还将赌上他再次参选总统或担任公职的道路 近来有些传言称 特朗普正筹备在2024年大选中卷土重来 但对于拜登新政府来说 时机却有点尴尬 当新政府大刀阔斧推行百日新政时 舆论可能仍会聚焦在卸任总统特朗普的弹劾案上 最后 我们来看 特朗普如被定罪 他可以赦免自己吗 很遗憾 这个问题目前无法界定 从未由美国总统自我赦免 而宪法关于赦免权利的条款非常简略 定义广泛 在卸任之后 特朗普将会回归平民身份 失去总统特权后 他可能成为各种民事与刑事诉讼中的被告 目前 特朗普及相关机构面临至少六个官司 其中 纽约州一项针对特朗普公司的刑事调查最为严峻 媒体纷纷猜测 他将在卸任之前赦免自己 有的法律专家称 总统没有赦免自己的权利 他们引用前美国总统尼克松 因水门事件辞职前 美国司法部发表的文书 其中称 基于没有人能裁决涉及自身的案子这一基本规则 尼克松无权自我赦免 但也有的专家称 美国宪法没有在明总统没有自我赦免权 鉴于特朗普在任这四年 干了多少让人匪夷所思之事 所以他大笔一挥赦免自己也并非不可能 或者在现如今这种父辈受敌的情况下 这还是他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呢 关于特朗普弹劾案的进程 我们可能无法在其在位之时得到结果 但是历史的车轮依旧会继续滚动 记录下历史上这位最具有争议性的美国总统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